而柔斯密市为了鼓励小型商业投资扎根该市 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 也启动了城市商业表彰的项目 根据市民欢迎程度 以及为城市做出贡献的程度 每月评选出小型商业代表进行表彰 而华人企业海港大酒楼 成为了荣获柔斯密城市认可的第一家华人获奖商家 柔斯密市为鼓励小型商业投资扎根该市 从今年2月份开始 启动城市商业表彰项目 根据市民欢迎程度 几位城市做出贡献程度 每月评选出小型商业代表进行表彰 华人企业海港大酒楼 成为获得荣获密市城市认可的第一家华人获奖商家 海港大酒楼负责人何惠东表示 很感谢来自荣获密市政府的支持 很开心可以获得奖状 肯定多年来的努力及高品质追求 以后将继续用最好的食品及服务来报答广大客人 希望我们海港酒楼 在近段时间 不管是在产品更新服务 再更加更好去服务大众的客户 对我们这15年的支持 本人经营餐馆已经20多年 现在我们公司也要在大陆餐馆和加拿大餐馆 公司有四个品牌 第一是海港酒楼 第二是宜东酒楼 第三是一本料理 就是东一 就是做贴板的 第四 我们刚好在温哥华 在加拿大温哥华 搞了一个最新的品牌 就是Short Tony的点心 这个就是主要在北美洲 在美国和加拿大发展 就是把我们的点心店 发展成麦当楼这样的方式经营 比如说在不同的城市 开一个主题的点心店 包括做Fusion的点心 第二点就是在Futquark里面 或者在写字路里面 我们是经营这个Short Tony的点心 所以近段时间 今年我们也在规划 已经定好时间 在进来的时间 要定好地把Luci米海港 重新规划 重新装修 重新把我们公司的好的产品 贡献给各位顾客 报答对我们的予光的支持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我们将来的视频 好好地想要